大家好 我是Cindy 今天就想拍這段影片去記錄一下 我今天將會回Asheron的炒傘 Asheron來了Cardiff 會有三天的演唱會 所以我其中一天就是幫忙 其實我自己都很開心 因為我可以在演唱會幫忙 而且過往真的沒有這樣的經驗 我的工作場地就是一個很大的森林 其實有一些很大的演唱會 或者有很多大型的運動比賽 例如Rugby、足球等 其實都會在Cardiff這個森林舉行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好的機會 讓我可以入場去欣賞一下這麼大型的盛事 大概在幾個月前 我申請了去做炒傘 其實收到一個問號 就是我哪天有空 我就去選擇了這一天有空的東西 其實我在上個星期收到一封信 就是說你被安排要上班 其實就有一個好像上班打卡的這張紙 他安排我的工作項目 是叫我去做Till Cashier 就是收錢 其實我自己過往是沒有這些經驗的 我就很擔心 所以我發了一個電郵 然後就問Lori Kutman那邊 就說其實我自己不是很熟悉這方面的東西 有沒有機會去轉其他部門 那他就說在上班當日 他就會有一個全訓練給我的 對啦 我覺得就是翻一下炒傘 這樣接觸多些不同國家的人 可以跟他們溝通一下 自己可以學一些新的技能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那之後我就收了一個電郵 就是說 上班的安排 你要穿什麼衣服 你要去戴什麼 那現在就 剛剛換了衣服 那就準備出去了 那希望待會也可以去記錄 給大家看一下 還有分享一下我今次翻炒傘的經歷 那其實今天回港公司 他就要求了我要穿這個全黑衣服 還有待會還有黑鞋 那去到的時候 他就會給我一個穿衣服 套上去的 那在上班前 我去了一間英國的連鎖店 的Vederspoon 那裡吃東西 那現在就在等著一隻 那我想說 今天是超好天 所以一定要坐室外 超大份 我們叫了每人一個是牛 一個是雞 那就可以大家嘗嘗 嘗嘗 吃飽 就有你上班了 這裡每人大概85元港幣 這個餐包了一個薄餅 加兩個蝦餅 那我現在就去巴士站坐車了 好緊張啊 又要去一個新的環境工作 然後 希望認識到朋友 那一天都沒那麼悶 好緊張啊 不記得了說最重要的事情 那我這份工就是10磅一個小時的 那我這份工就是10磅一個小時的 那其實呢 那這裡已經是 有些人封了 那就不可以直接走進去 那剛剛問了呢 他就說要我這裡繞個圈 然後再過一條橋 那就在另外一邊再進去 那就現在走過去啦 不要越來越近啦 其實還有很長啊 那條路 好像走極都未到 那就拿了一個薄餅公子了 好準備進去啦 那我就先錄著這麼多先啦 給了一些食物和照片 然後然後再進去 有什麼好多的東西 好可怕 走進去 那邊這兒 還不及是 太陽 就算了 那邊 少量也就在那裡 這時有可以 就要了 我來 哪邊 現在是晚上的9時9時 剛剛下班了 因為有大的活動 所以巴士站會臨時改路 所以現在正在走到另一個巴士站 晚上的城堡好漂亮 大家好 我今天終於回到家了 現在大概10時半 因為剛剛我上班的時候 都不能錄片去紀錄 我就在這裡簡單說說 其實我一開始去道會場的時候 他就帶了我們去一個地方 原來他是有提供少少的食物給我們 就是一盒紙包飲品 然後一條朱古力巴 糖和薯片 之後拿完這些食物 然後走前一點就是拿制服 然後再走前一點就是一個很大的透明袋 然後還有一個索帶 那你拿完這些東西之後 你就要去你自己要工作那一層 之後你就換衣服 然後就開始去工作 那他首先就會做一個簡單的短片 說一下今天的程序 啊 演唱幾點開始啊 人客幾點進來啊 那之後呢 他就開始去分配每一個崗位 那本身呢 他就問我 我想要做Till Cashier的 那我就說 可以學的 因為其實我自己沒有這股經驗 那其實他很快就已經找了其他同事呢 去擔當這個職位 所以呢 我整晚的職責呢 就其實是去 沖酒的而已 那如果有空的時候 我都會再看一看 又看看那些客人叫什麼 然後我就會幫忙拿點東西過去的 那我也覺得是一個 很好的體驗來的 因為呢 其實我自己這對酒的名字呢 是真的完全不熟悉的 所以一開始呢 其實我聽到那些客人 喊東西的時候 我真的有拿錯酒過去的 但是呢 經過這幾個小時的訓練 不停去聽到這些酒的名字呢 那其實我之後呢 都可以很快地去拿到那些酒的客人 那我覺得 都是一個 小小的進步 還有對酒有些認識 那其實總括來說呢 我覺得 今次這個工作呢 都是一個 值得紀念的一個經歷 因為其實呢 我竟然有機會去一個 明星的工作去工作 然後呢 我在工作的時候呢 其實是 跟台很近 所以其實呢 我是很清楚聽到他唱歌的 那其實呢 氣氛真的很好 很棒的 我都其實希望之後呢 在這裡 有空的時候呢 其實我自己都喜歡去做炒賞的 因為一來又可以賺錢 那二來呢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 很好的體驗 就是可能體驗一下 不同的industry 究竟是怎樣的呢 那希望之後 如果我也有回不同的 炒衣 或者不同的工作 那都希望可以有機會去 分享給大家看一下啦 那這個也是一個 小小的分享 那就 差不多先啦 下次再見 拜拜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就記得LIKE 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啦 我們下條片見 拜拜 拜拜